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专门护着你的 成正也笑了 声音温和 那多拜托你了 老婆 我被成正一句老婆弄了个大红脸 和成正结婚这件事说起来非常荒谬 那本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暑假 我放假回家洗自己的一堆衣服 刚刚回去的我没有及时查看村长的消息 于是洗衣机在最后关头 停电了 我只好吭哧吭哧把满是泡沫的衣服掏出来 满满当当一大盆 在院子里冲掉泡沫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村子里的孩子 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个村庄 女孩子更是一字不识 只能早早结婚生子 伺候一大家子 比如眼前这个女孩子 年纪不大 又瘦又弱 需要洗服家一大家人的衣服 让她们看到从未见过的世界 给她们送温暖 这就是我们直播存在的意义 走不出村庄 大字不识 洗一家人的衣服 我满头问号 自动给自己配了个我妈的表情包 对方举着个手机 一边拍一边直播 旁边跟着一个人 背着包抬着打光板 时不时硬喝几句 真就是开局一张图 剩下全靠边呗 我听她越编越离谱 甚至开始借着油子收礼物 再也忍无可忍 拎着洗衣服的棍子就冲了出去 放你喵的臭屁 一声怒吓 主播呆住了 直播间也呆住了 接下来 我上演了一场大型带脏字骂人现场 整整两个小时 脏话不再重复的 最后还拎着心态崩了的主播和助播 看了我的学位证和毕业证 本来我还没骂完 只可惜直播间因为脏话太多 被疯了 这种编排别人谋取流量的直播 疯了也活该 我狠狠出了一口气之后就回了屋子 未成想 我火了 有人把这段截了出来 封我为大学生第一铁嘴 甚至下面还有一对故我骂人的 我没在意 可过了没几天 我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对方言简一呆 一千万 嫁给我儿子 听上去非常像一个恶作剧 直到我站在了他们家三层别墅前 不是 你们来真的呀 一个打扮富贵的女人告诉我 她的小儿子前不久出了车祸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以后只能坐轮椅 这样一来 有不少人明着按着嘲讽挖苦 她正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把那些人通通骂回去 我既有学历 又会骂人 简直是天选战斗机 不是 天选而喜 听上去有点离谱 但离谱中又透露着几分合理 我犹犹豫豫 结婚毕竟是件大事 一千万 要不 我能不能先见一下令郎 一个月一千万 好嘞 妈 一个月一千万 对方是 只赖蛤蟆我都能忍 当然 城正不是赖蛤蟆 甚至比我经常刷的网红帅哥 还要帅上几分 最重要的是 当时的城正坐在轮椅上 明明温柔和煦 却还是招了几个人 对她嘲讽挖苦 我本来不明白 这样的豪门世家 不看僧面看佛面 怎么这样欺负人 直到看到站在正中心 被众星捧月的城正哥哥成眉 心中顿时了然 豪门水深啊 城正的脸色已经苍白 却还是在极力忍耐 从小到大 我软妙不怕打架 不怕骂人 就怕这种可怜巴巴 委委屈屈 只要碰到了 心就会软得一塌糊涂 我当场气血上头 这人 我照照了 城正是个性情很温和的人 哪怕突遭意外 她也没有怨天尤人 把气撒在别人身上 反倒是我 进别墅第一天 就骂哭了三个搞小动作的保姆 他们看着城正断腿 以后继承家产无望 就极力讨好城眉 把城正这里的消息 露得跟筛子一样 我板着脸 把他们一个个辞退 城正坐在一旁 结束后 还给我递了杯温水 口渴了吧 瞧瞧 多好一人 就被这些人这么欺负 晚上的时候 城正更是善解人意 我知道 你对我没有感情 嫁给我是委屈了你 我绝无冒犯你之心 别墅房间众多 你大可 随意挑一建筑 要是你喜欢我这间主卧 我就搬出去 我一正词言地 拒绝了他的好意 你现在身体不方便 我必须随时照顾你 担心压到城正的腿 我干脆在他床边支了个小床 半夜睡得迷迷糊糊 我感觉好像有人在说话 不用留了 他以为死了就算了 死了也得给我吐出来 什么死了算了 我猛然惊醒 难不成他的温柔开朗都是装的 他其实已经抑郁到想自杀了 我猛地睁开眼睛 扭头一看 城正已经不在床上 我急急忙忙跑到阳台 看着城正正坐在阳台的椅子上 怅然若失 忧郁 可怜 孤独 听到声响 城正回过头来 月光下 他眯了眯眼 眼中绿色一闪而过 我看着丢在地上的拐杖 和远处的轮椅 心疼乱分 你是不是回不去了 回不去你就叫我呀 我睡眠很好的 不怕吵醒 我推来轮椅 把他小心翼翼地扶回去 躺在床上 我依然辗转反侧 满脑子都是他那句死了算了 没想到 我们同时开口 你听到什么了 你要坚强地活下去呀 沉默 我们同时开口后 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境界 我只当城正心情欲结 被我撞破之后 情绪更低落了 想了想 我从小榻上翻了下来 爬上了城正的床 然后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 敢明我们在找医生好好问问 天下之大总有神医 再说了 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 现在没办法 不代表以后没办法 人活着才有希望 我捏了捏他的手 别说 这副家公子娇生惯养 皮肤摸起来真嫩 直到城正不自然地咳了一声 我才从老色胚的状态中醒过来 继续道 至于那些管不住自己嘴的 放心 我会教他们做人 我好像上了个大当 婚前谈好的一个月一千万给我 等我嫁过来 就变成了我和城正这里的全部开销 一个月只给一千万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管家递来的账单 不死心地又查询了一遍余额 城正乖顺地坐在一旁 脸上有些懒然 是我拖累你了 我明白他的未尽之意 豪门之争向来残酷 假使城正一切健康 或许可有一争之力 可如今他双腿俱肺 比起他精明强干的哥哥 就立刻成了弃子 只能过上像家里人伸手要钱的日子 成家颇天富贵 根本不差这一笔钱 不过都是看他没什么用处了 就可以随意敷衍对待 我安慰他 没事 一千万也足够了 安抚好脆弱的交花城正 我变了脸色 火急火燎的叫了管家 这还不到月中 怎么就五百万出去了呢 我捋着账单一路看下去 直接瞠目结舌 这什么冰块 一袋三百多美元 用天亭水做的吗 等会儿 这牛肉怎么还加了一万多的机票钱啊 看了一圈之后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资本家果然不坑穷人 比如前几天给我支办的珍珠耳钉 本质是一对合成树枝 那五千多的手镯 电镀铜 我拦住管家 以后我的手势 不需要支办了 有这钱买点纯金不好吗 还能保值 再不计我拿一百多块 绝对能买到一对如假包换的珍珠 怒省三千九 我对这些资本家溢出的附加价值 丝毫不感兴趣 午饭的时候 我盯着城镇优雅地欺下一块牛排 他被我盯得有些发毛 迟疑着把叉子递给我 你 要吃吗 不不不 你吃你吃 我热情地推去回去 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城镇看上去有些疑惑 但还是乖乖把肉放进了嘴里 好吃吗 他点点头 我笑咪咪 带了几分又哄的味道 那你觉得跟昨天的肉比 有什么区别吗 城镇插着肉愣住了 不确定地看了一眼 又看了一眼 眼神迷茫 你看 澳洲空运的牛肉 跟我家现杀现运现吃的黄牛肉 本质没有任何区别 这钱我稳稳地省了 哼 资本家 别想再坑我一分钱 月底是城镇哥哥 城眉的生日宴 午后我叫了管家 狠狠心给城镇 订了五十万的兄针加袖扣 城镇刚好进门来 我停下手中的活计 把他推了进来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一出的资本家吗 前几天把自己的首饰都卖了 怎么现在又给我订这么贵的 我把选好的样式递给他看 我对这些东西不在意 只是你哥的生日宴肯定有不少与你相熟的人 这些人先进罗山后进人 不能让他们看笑话 至于我 谁都知道乡下出身 没什么奢侈品不是很正常吗 再不计我 还可以骂回去吗 城镇让我逗笑了 把侧子抬手合上了 那我也不要了 到时候你一起帮我骂回去 他歪着头 眼底有几分促暇 城眉的生日宴 可想而知 来的人对城镇都好不到哪里去 个个都想踩一脚城镇 来讨厌主人家的欢心 为了这场硬仗 我特意回家 向村头战斗力极强的婶婶奶奶 学了骂人的新样式 城镇进来的时候 我正在手上一个个视色号 他认认真真地看了一圈 从里面抽了一只 用这个用这个 我拿出另一只 把他手中的替换下去 城镇轻轻地把口红图 在我的唇上 动作轻柔 我对着镜子左右端向 满意的不行 郑公红 谁吐谁气场熬一下就上来了 我今天要用这个压肠子 城镇微微一笑 伸出手指在我唇上沾了沾 然后抬手撵在了自己唇上 是吗 那我也用他压压场子 一直到了别墅门口 我脸上热度还没降下来 城镇真的是太会调情了 本来都冷静下来了 城镇在车上 又拉我的手记了个手链 亮晶晶的各色宝石 在阳光下熠熠生光 没有女人不喜欢亮闪闪的珠宝 我左看又看 喜欢得不得了 你怎么买的呀 不是说好一起走极简贫穷风吗 城镇笑着眨眨眼 用私房钱买的 我点点他 好啊 城先生 刚结婚就敢存私房钱了 我们来得比较晚 进门的时候 厅内已经有了不少人 只是众人一乡并饮 公愁交错 却都没有要和我们攀谈的意思 从故意挑衅到无事 这是尝我的厉害之后 换了新套路 不过我和城镇都不在意 我们只管过好自己的日子 扒高踩低的这些人 也没必要理他们 我推着城镇到点心台 给他选了些吃食 城镇在意外重伤了身子 时常会虚弱低血糖 所以我牢牢盯紧他 每天吃东西的事 我们这样情意绵绵 自然有人看不下去了 城眉端着酒杯 过来和城镇打招呼 扫了我们几眼后 他摆出胸掌的样子 皱眉道 怎么穿得这么简单 是不是你那儿的人私吞了钱 故意欺负你 要是钱不够 就跟哥说 就怕身边人动手脚 欺负你腿脚不便 看着我们城家的富贵 动了小心思 城眉在这点我呢 我翻了个白眼 刚要开口 城眉身边跟着的一个男人 先抢了话 是啊 要不说日房夜房 家贼男房 城先生 城家家大业大 可是要好好打理 我笑了一声 低头看向城镇 这是你孙子吗 城镇不明所以 探寻的抬眼看我 那男人不满道 乡下来的野丫头 我又不姓城 是啊 你不姓城 管城家的事做什么 把手伸到我们家 我还以为是你城镇的私生孙子呢 城眉众眉训我 来的都是城家的客人 你别在这里丢城家的脸 城镇眸色一动 脸色微沉 是啊 你们城家怎么会让这样的女人进门 脏了城家的门楣 老二断了腿 眼光怎么也差了 我又俯身看向城镇 你私房钱多吗 城镇点点头 好的 我站直身体 抬手照着那男人 眼眶就是一拳 砰一声 男人一声惨叫 捂住眼睛 城眉一惊 抬头刚要怒斥我 我抬起另一只手 也送他一拳 宴会顿时乱了 我推着城镇就跑 城镇的轮椅 被我推出了飙车的速度 我们俩藏到了别墅的小花园 我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抬起头 正对上城镇含笑的眼睛 城先生 不会怪我惹祸吧 城镇笑着摇摇头 那现在有什么感受 他学着我的口气 开口道 爽 完了 文雅的城先生 被我带坏了 哦 对了 还有这个 我从口袋里 掏出两个点心 可惜 有一个被压碎了 城镇非常大度地 把他那个掰了一半给我 他坐在轮椅上 我坐在地上 躲在宴会的小花园里 分一个点心 你觉不觉得 我们俩现在特别像 豪门的破产夫妻 事实证明 饭不能乱吃 话不能乱讲 在我和城镇调侃 破产夫妻的半个月后 城家突然遭遇了 从未有过的最大危机 按理来说 城家这种根基深厚的家族 本不应该轰然倒塌 谁知道怎么会资产骤缩 资金链彻底断裂 哪怕我不懂生意厂商的事情 也感觉吊诡 直到城镇告诉我 城家破产 怕是在供养不起他了 我心中一动 该不会是成为为了甩掉弟弟 自导自演的这场大戏吧 我不想拖累你 如果你想 我们随时可以去办离婚 城镇说这话时 看上去云淡风轻 可一个人坐在那里 比谁都要脆弱可怜 怎么会呢 你别胡思乱想 我抬手抱住他 一心沉浸在他被家人抛弃的心疼中 全然忽视了城镇眼中闪过的暗光 我把城镇带回了自己在乡下的家 我的房子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城镇摇着轮椅 在小院逛了又逛 满眼都是奇异 怎么样 不错吧 这都是我设计的 我推着城镇给他展示 一边解释道 和家里人闹翻之后 我就单班出来了 自己一点点完善了这个小家 城镇问我为何闹翻 众男轻女呗 在家里 我就是给弟弟当牛做马的命 连书都看不了 干脆躲出来 不肯 那就跟他们干假 你以为我骂人的技术 是娘胎带的 当然是在实战中练出来的 他们这些人 更欺软怕硬色力内忍 要不然怎么规训女儿家 要三从四得 生怕我们各个彪悍起来 做个母老虎 就拿捏不了了 回到了自己的领地 我久违地安心了不少 和城镇多说了几句 晚上坐在我的小床上 我开了一盏夜灯 夜灯朦胧 氛围也格外疑你 城镇半躺在床上 眼含秋水 正望向我 我激动地跳上床 来 我们干一件重要的事 我从床边 抄起小袋子 给你看看我们的财产 城镇柔情似水的表情 裂了 一个月一千万 对你们有钱人不算什么 可对我们 都是一辈子赚不到的 我这几个月削减了很多开支 就是防着这一天 城镇的表情 微微一变 你哥是你为眼中钉 这是迷眼人都能看出来的 你母亲呢 虽然你是他的儿子 他心疼你 可毕竟以后还是要依靠你哥 必要的时候 还是会舍弃你 要不然 在你受嘲讽的时候 他就应该为你撑腰 而不是娶我进门做马钱足 城家财产折损了一大半 城没在死咬剩下的一部分 至于城母 早就在城家出事之后 就杳无音信了 你放心 这些钱足够我们 过好后半辈子了 我和城镇就这样安顿下来 我现在有钱有闲 眼前又放着这么一个温柔的大帅哥 心情真是好的不行 命运总是对我如此慷慨 在我这样快乐的时候 邻居家又来了个新帅哥 听说是邻居在外读大学的儿子 放假回家 年轻蓬勃的南大 彬彬有礼地来家里借东西 怎么看都心情大好 死 我正跟邻家帅哥攀谈 屋子里的城镇突然发出一声痛呼 我赶紧匆匆忙忙跑进去 怎么了 城镇的脸色有点白 还在安慰我 没事 只是腿稍微有点疼 是有客人来了吗 让他进来坐呀 我们前几日新晒的茶 正好可以招待人家 我现在哪里还顾得上别人 城镇和我搬到新家以来 腿从来没疼过 这边什么都好 就是医疗资源差 我生怕是没有定期请医生检查 他的腿又出了什么问题 我在他的腿上按了又按 垂了又垂 我没事 别担心 虽然他说没事 可往后的几天 腿都时不时地疼上几次 这下我几乎寸步不离 死死粘住城镇 这样我还是不放心 城镇腿脚不变 我把它安顿好 出门给他买药 回来时 城镇正坐在院子里 和邻居隔着墙说话 男大邻居见了我 脸色大变 像躲什么一样 转身就跑 剩城镇一个人坐在那里 垂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等我过去 城镇抬起头 声音很轻 软软 如果你真的遇到能照顾你的人 就把我放下吧 我不会怪你 无论怎么样 我都希望你幸福 我不明所以 没来由的 怎么说起这样的话 难道邻居那个大学生 跟城镇说什么了 只是无论我怎么问 城镇都不肯再说了 晚上的时候 城镇没有声响 我在卧室没有找到他 情急之下 推开了浴室的门 靠在浴缸边的城镇 微微抬眼 又把视线收了回去 顺着他的目光 在阴晕的水汽中 我看到了城镇白皙诱人的皮肤 天天不运动 怎么身材还这么好 真让人嫉妒 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翻滚 我盯着城镇的目光 已经开始发直 城镇微微一笑 软软 要摸一下吗 这多不好意思啊 我麻利地凑过去 把手放了上去 城镇舒适地躺在浴缸里 展开手刃我妈撒 在我越摸越入迷 毫无防备的时刻 他突然发力 把我拉进浴缸 我下意识地挣扎 却被他紧紧揽住腰 老婆 别乱动 你最心疼我的腿了 不想让他疼的 对吗 那话怎么说 心疼男人会变得不幸 要不是心疼城镇 我现在就不会摊在床上 变成鱼竿 始作俑者还靠在床边 抓着我的手把玩 老婆 你醒啦 他眼神亮亮地看着我 昨天老婆是不是答应我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 都不会抛弃我 我还对他有气 愤愤地想抽回手 哑着声音说了句 没有 城镇眼中的光 变得一下就熄灭了 对不起 是我拖累你 是我说的 是我答应你的 行了吧 我就见不得城镇 这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每次都会心软 智者不入爱河 冤种重蹈覆辙 我是冤种 但最近城镇很怪 非常怪 以前他性情温和 但总是隔着一层沙似的 带着几分疏离 可自从跟我搬过来之后 就卯足尽朝我示弱 还总是反复让我承诺 不会抛弃他 好像我是个黑历史满满的渣女一样 直到那天 我撒娇耍赖说身体不舒服 被他少折腾了几次 夜里睡得没有往日晨 迷迷糊糊糊的 似乎听见身边的人下了床 却没听到轮椅的转动声 没有轮椅 城镇怎么出去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我强撑的眼皮睁开了眼睛 只见到城镇的背影 在门口一闪 他好像 是站着的 我瞬间睁开了眼睛 我当然不会蠢到以为 这是今天发生的医学奇迹 唯一的可能就是 这个外表可怜的小王八蛋 瞒了我什么 我火速起身跟了上去 夜凉如水 城镇冷冷地站在那里 对跪在面前求饶的人 视若无睹 甚至抬起脚 碾过为首那个中年男人的手指 我气笑了 就是说我这个小破院子 竟然有一天能见到这样的大场面 正当我纠结 现在冲出去骂人 会不会有损这位成大佬的威力时 他似有所感 忽然抬头 猝不及防地四目相对 他眼神一软 又要露出平时的可怜模样来 眼上瘾了是吧 真像和我看过的豪门小说一样 狗血而荒诞 不同的是 夜暗折服手段很利的小说男主本人 就在我身边 城镇和他哥哥明争暗斗多年 城眉以为一场意外就宣布了自己的胜利 然而他不知道 这只是城镇布局的开始 城家资金链断裂是城镇的一次清算 他借此将自己从城家分割出来 然后开始疯狂反噬 至于所谓断了的腿 从一开始就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身体也是健康的 手里还有大量的财产 城镇乖巧地坐在沙发上 谨慎地点头 然后又急着补充了一句 我确实在那场事故 重伤了腿 阴雨天会有些疼 他垂下一眼露出一副可怜模样 你之前答应过我的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抛弃我 我喝了一声 抬起头看向他 对上城镇坠坠的眼神 我麻利起身收拾东西 妈呀 那我要过什么样的好日子啊 不抛弃不抛弃 我要回去住你的大别墅了 开玩笑 可怜巴巴的残疾老公 一朝变成健康有钱的资本大佬 谁这个时候跑路 谁是傻子好吧 那一个月一千万还给吗 回去的路上 我不确定地问城镇 城镇眼神和心情一样复杂 给你翻背 我欢呼了一声 一把抱住了他 比起城镇漫长的试探和纠结 我对他的身份转变欣然接受 精神抖擞地搬进了城镇布置的心架 城镇的翻身引起了轩然大波 每天都有一群人 战战兢兢地上门道歉求情 其中步伐被我骂过的 每到这个时候 城镇就会把目光投向我 我却没有看它 更没有时间管 我忙着第一百八十次 抹扎过光滑华丽的螺旋楼梯 昨天城镇刚把这套别墅 挂在我的名下 这么好的房子 怎么就归我了呢 爽 城镇身价大增 我的情敌数量也开始激增 其实我不怎么在意的 一个月给我两千万 他在外面开后宫 我都不介意 然而城镇并没有放我清闲的意思 每次应酬遇到三人的 他总会灵巧地向后一躲 然后淡淡开口 不好意思 我们家那个招惹不起 这个时候我就会华丽丽的登场 火力全开的轰击 每一个缠着城镇的人 我的战斗力 早在城镇庄断腿的时期 就有目共睹 现在这么一搅和 母老虎名声就更忘了 算了 看在他给这么多钱的份上 这戏演就演了 但今天的情况显然不太一样 城镇发消息把我叫来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几分醉意 在他旁边的那个女人 一身奢侈品 显然是个富家小姐 最重要的是 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样子 唯一是分不清 我们俩谁才是正宫 好事者立马提醒我 这是城镇之前的未婚妻 哦 无论未婚妻还是未婚夫 前任都是过去时了 在这里刷什么存在感 哦 前任 你好 我彬彬有礼 软妙是吧 我劝你认清自己的身份 你乡下出身 根本配不上城镇 我劝你识相 这熟悉的台词 豪门狗血八点档 也让我演上了 我辅助城镇 可是他一个月给我两千万 你们家这么有钱 要不要跟他静一下架 软妙被我气得深吸了一口气 据我所知 你也是大学生吧 毕业之后不去工作 偏偏做寄生虫 你自己不觉得丢脸吗 丢脸 我夸张地重复了一遍 我是粉领爱 你有没有听说 粉领身上带 月薪三千五 要是你 你选什么 城镇好像不太高兴 回家之后 我确定他已经醒久了 可是依然不怎么说话 他坐在沙发上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突然蹦了一句 老婆 要不你还是骂我一顿吧 还有这种要求 我觉得你不喜欢我 你只爱我的钱 天地良心 这话可冤枉我了 我每晚都抱着你的腹肌 爱不失手 怎么就不爱你了 不是 城镇被我一梗 不是这种不爱 我觉得 你没有那么伤心 你看 我之前买你那么大的秘密 你都没有骂我 说明你对我 没有投入那么多感情 这是什么逻辑 我保守地问了一句 所以呢 我应该怎么做 难过 愤怒 悲伤 不理我 冷眼看我苦苦哀求 然后呢 终于愿意原谅我 然后我们破镜重圆 对呀 我一拍大腿 我们现在就到了最后一步啊 大团圆 城镇还想说什么 被我抬手捏住了脸 城镇 我知道你纠结的是什么 首先 你并没有对不起我 而且 我一路走到现在 敢爱敢恨 不矫情 不内耗 我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 也从不会伤害别人 说我急急盈盈也无所谓 我不在意 因为我无比确定 我在和自己喜欢的人 一起向上走 我不会纠结于过去 而毁掉现在 当下的快乐 比什么都重要 断腿的事情不静而走 一切都如他所料 城眉得意的尾巴都要藏不住了 不少身边人也当场表演了变脸 城镇在心里冷笑 这样也好 到时候一起清算 哪个也被戳放了 在他意料之外的 是从天而降的老婆 他本以为这是城眉 或者他那个母亲选来的内奸 但观察了几天之后 他下了定论 应该不是城眉的人 那就是爱钱啊 一个月一千万 他妈倒是挺舍的 不过都是鳄鱼的眼泪 否则就不会压着意外的调查 一心保住大儿子了 于是他故意智慧管家 让管家把一千万 模糊成两个人的共同开支 还拉了天价奢侈品的账单给他 果不其然 得知这个消息的他急得跳脚 偷偷砍掉了别墅的一大笔开支 不过是一个爱慕虚荣的 小家子气的女人 但是他竟然有点心动 尤其是在他每次挡在身前的时候 见惯了豪门的虚语尾夷 暗藏积风 这种直来直去的方式真的很 爽 说出来的时候 他自己也惊了一下 明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竟然也会不知不觉被他童话 感染 和他在一块 是一种很纯粹的快乐 如果不用刻意装可怜的话 在他看来 对别人的示弱 一再同情和怜悯的人 是无用的善良和愚蠢 可是他还是一再利用 他的同情和可怜 似乎只有用这种方法 他才能更多地获得他的目光 后来他想想 也许从他半可怜开始 这段感情就注定他不会处于上风 表面上是他一直在走向他 可事实上 他要费尽心思 才能从他那里再多获得一点观忧心 再多获得一点爱 直到这场局的破产大戏来临 在嗜血凶兽 终于迎来近视前奏的喜悦之余 他还有了一点遗憾和不安 为钱而来的小妻子 会不会就此抛下他呢 那真是太遗憾了 不是为小妻子假装这么久 而希望落空遗憾 而是为自己 没法和他继续办好 安爱夫妻而遗憾 啊 也不用遗憾 既然他爱钱 等他布局结束 再把他找回来就好 威逼利诱 只是他抛弃他一次 他的手段 不会让他很舒服就是了 他胡思乱想着 竟然有些期待 然而事实再次出乎他的意料 那个他误以为只爱钱的小妻子 这一次却坚定地选择了他 甚至他以为 他曾经在开枝上动的小手脚 原来也只是以被不时之需的筹谋 心思阴沉的人 最怕遇见心思成名的人 因为他会像一面镜子 照出他所有的阴暗与不堪 明明已经胜券在握 他却把收网的时间一拖再拖 他突然不敢说 不敢让他知道一切 他能接受他的阴暗和心机吗 原来这就是静香情窃的感觉 他意料之外地欣然接受 他却没有那么高兴 他是不是没有那么在乎他 他怎么都不骂他 以身作局时都能睡得很香的成正 突然失眠了 他故意用钱为婚妻试探他 可他还是一副不挂心的样子 听了他的话 他终于明白 从一开始 软妙就是心思成名如敬的人 他温暖 坦诚 热烈 永远活在当下 他以最大的善意面对每一个人 会同情 会怜悯 不在意 不纠结 他将永远如太阳般耀眼灿烂 而他愿追随太阳 驱散阴霾